好,在认识了平行四边形、三角形跟梯形面积的基本运算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来看所谓的复合图形 其实复合图形就是像我们图这样 你必须要去做分解、拆解或者是用全部去减掉白色的部分 然后算出我们要的面积 以第一题来说,右图绿色部分的面积是几平方公分 OK,我现在看到绿色的面积 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也不是长三角形 也不是梯形 所以我们要怎么算呢? 这里我们提供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全部 我所谓的全部 就是用长方形去减掉 我把这一块叫A 这一块叫B 我们可以用全部去减A跟减B 减掉这两个三角形 那全部怎么算? 长度都有吗? 三角形面积叫做长乘宽 所以50乘上32 减掉A的面积 好,你如果要求A的面积 你必须要先算这一块 32-16 所以这一块就叫做16 好,你先算一下 这一块就叫16 那A的面积就叫做50乘上16 除以2 第二块 下面这一块B的长度 上面是50 我换个颜色 这里是50 这里是25 所以50-25 得到这里也是25 所以B的面积就叫做32乘以25 除以2 OK 这样加加减减之后 你就会得到绿色的面积 好,这是第一个方法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好,再来 第二个方法 我换另外一个图 我可以把这个不规则的四边形 切一条对角线 从这里切过去 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两块 我把这一块叫做C好了 这一块叫做猪 C是一个三角形面积 那它的底叫做16 高叫做50 猪也是另外一块的三角形面积 它的底叫做25 高叫做32 所以我们可以用C加猪的方式 它就叫做16乘上50 除以2 加上另外一个猪的面积 叫做25乘上32 除以2 OK 然后再去把答案算出来 好,这边一样我们善用约分 2跟16约是8倍 那2跟32约分叫做16倍 所以你就可以乘起来85 这里叫400 右边的25乘16也刚好叫400 所以它的面积叫做800平方公分 好,这一题的题目 我再重来一次 第一个方法 我可以用全部减掉A再减掉B 就会得到绿色的面积 OK 然后去把答案算出来 第二个 所以第二个 你可以把这个对角线 画一条线 切成两个三角形面积 答案当然都是一样的 就会让它再试过